哈囉大家好 我是明霸 今天我們來評測這個OPPO Reno4 然後Pro的5G版本 那這一次它導入了這個超級防手震3.0 那它同時應用在它的主鏡頭 超廣角以及前鏡頭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它的超級防手震 到底有多穩 好 我們先拿著手機這樣子單手手持 然後這樣走一遍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實際的畫面 好 我這樣走 單手手持喔 那這邊是這個中正橋下的河堤 然後它這個是滑板的練習場 然後走上這個斜坡 然後再走下斜坡 然後再走下斜坡 那現在剛好是夕陽 然後我可以拍到它的夕陽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的色彩表現 我覺得這一次OPPO它在顏色的控管上面處理得非常好 整個很真實 然後有一點日本的那種富士相機的色彩的那種通透感 小清新的感覺 好 那這個是主鏡頭的部分 那再來我來測試一下它的前鏡頭自拍 它也可以支援這個超級防手震 在畫面的左下角 有一個防抖的功能 防手震的功能 開跟關我都會測給大家看 目前這個是沒有開防手震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畫面 晃動程度 現在是開啟防手震的效果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防手震的效果 好 接下來我同時用兩支手機 然後一起錄影 然後這樣子做對比給大家看 那這樣結果應該很明顯 就是有防手震跟沒有防手震的差異 那這還不是它的最穩的效果 我們現在下來來對比它的超級防手震 在畫面的右上角 有一個防抖的功能 超級防抖 這邊把它打開來之後 我們再來對比一次 好 我們來示範一下走路跟跑步 在超級防抖的差別 好 現在是走路 好 再來我們來示範一下跑步 跑步在超級防抖的效果 好 接下來我們來示範一下它這個超級防抖 有開跟沒開的差別 一般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預設可以用這個普通的錄影模式 那它就已經很穩了 好 我現在來錄一次給大家看 這是一般的錄影模式 單手手持 它可以應付我們這樣走路的晃動 就已經非常穩 那我今天如果要跑步追小孩 我就可以把這個超級防抖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畫面會稍微裁切一點 但是它這之後就會進行數位的電子修正 好 跑起來 Yo BI no like 我就可以 mim看 那我現在做 CoVer XLv 你怎麼可能想再看 Innovation 讓我過去的進步 可以讓我來這個 rollers自己走路 烈這樣 你今天兒子 餘心 這是個 Rust